斯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斯马南 人民越是守纪律 越是容不得害群之马 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事 我早上一出来打车 上车之后呢 我是用软件打的车 上车之后 那滴滴司机问我 你是尾号什么什么 我说是啊 他啪伸手就拿出东西来 我一愣什么意思 我再一看 试一个 他上来之后 跟我说这什么意思 我一看 他头也不回 举起个牌牌 就说了两个字 扫码 从今天起全北京 增加一下工作 所有的打车人 必须扫健康宝 通不过 那就不能乘坐出租 我当时就拿出手机来 拿出手机 我滑了半天 手机上人太多了 健康宝滑了滑了滑了 滑了滑 好不容易 滑了出来 滑了出来 跳出来 一扫 那里边一个女的就出来说了一句话 女的 跳出来说了一句话 我就算通过 增加了一项工作 每个司机 每一单都必须这么做 我赞成 严格一点好 没有认真的不是 这么大一个国家 能把防疫工作做到我们国家 今天这样的程度 两条 一政府乔有力 二人民守纪律 还得加一条 医务人员精益求精啊 对不对 一个都不能上 世家庄的朋友说了 说现在世家庄这个庄啊 世界上最大的庄啊 所有的人的核酸检测一遍还不够 还要再查第二遍 现在国家副总理孙春兰啊 亲自度战 天呐 这什么概念呀 世家庄很大呀 你听说这个庄 你以为这庄是个村庄呢 这村庄是 这村庄一千多万人 人口总数和武汉差不多 孙春兰副总理 哪个地方他救活的队长 哪个地方有问题 他就到哪去 当年在 不去年在武汉 一住多少天 所以孙春兰是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标志 他去哪了 说明那个地方 很可能问题相当严重 而他每每都是攻坚克难 而后就胜利了 所以他又是一个福将 抓工作抓得相当细 他们说 这说话动为口音的 这副总理相当厉害 这个石家庄呢 现在呢 最新的新闻发布会副市长姓孟 孟市长说了 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而且限定时间 两天完成第二轮 时间比第一轮还要快 多大的规模 石家庄今天是2021年的1月11号了 2021111 这个日子好记啊 2021111 第七天 整个石家庄封闭 封闭第七天 石家庄的那个地方呢 是这个人很难出来 出来之后你必须提供一系列复杂的检测 你的这个安全的证明 现在呢 全国各地支援 我看最新的消息 几分钟之前说 和湖南的流行并且调查队 现在吃远 吃远的石家庄 有23名队员 9名是90后 5个人参加过支援武汉 支援黄刚 领队呢 罗先生表示 来的人都是自愿报名层层选拔 调集精兵强将 招之日能来 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的强将 所以到石家庄 石家庄现在目前是全国抗击疫情 攻坚克难 最最危险性最大的地方 现在石家庄保卫站打响了 好多事情非常令人感动 好多事情令人这个 泪崩 谈善说 石家庄的疫情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明显的拐点 朔源工作相当难 你在一千多万人口当中 你要查到 查到这个零病例 从哪来 这个事情在欧洲 在美国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石家庄也不容易 现在还没有查到 河北省第二场第三场 第四场疫情新闻发布会 报道的每一项进展 这件事情 已经集中隔离了一万多人了 这个石家庄的这个领导 过去有缺席 现在呢 到任了 集中隔离 120多个隔离场所 好多好多事 越是有人负重前行 越是需要大家全力以赴 越是需要牺牲 付出牺牲做的那么一件事情 越是对队伍当中的那些 盈盈勾勾的人 那些贪赃王华的人 大家的情绪采取不容忍的态度 我这么说 想必大家理解 有一个老头 人家叫他戴口罩 说不让他出去 他就跟人横 这老头有点厉害呀 怎么这么横啊 后来一查 以前是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退休了 你说你局长 你还是富的对不对 都退休了 还这么横 就不知道过去在任上的时候 他这个态度有多横 当然了 有的人可能是憋得有些精神症状 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是反正是大家不喜欢 反正是这个人呢 马上就被格式化了 你不能因为你过去是副局长 所以就这样啊 接下来大家看看图片 这个图片有个大楼 大楼这个地方我给画了一个圈 这一大楼的房子里边住着人 这个大楼呢 大家没必要过多猜测 这是随便这个楼画了一个圈 讲的什么呀 讲的这事啊 跟成都那个大学的毛书记自杀 那圈差不多 不过这事呢 到现在没得没自杀 大家还记得毛书记 据说由于不正职丰严重 他呢 个人呢 与之抵抗 总是不顺呢 欲渡黄河冰色川呢 将当太行雪满山呢 闲来垂吊碧上 呼覆成舟 梦日边 行路难 改革难 这书记难 好 有一天想不开 自尽了 悲剧 我做过节目的 好多人呢 都很 有调查组 有事情越来越复杂 这事情现在啊 调查组的结论出来之后 大家就慢慢慢慢 不再议论这件事了 其实大学里边不正知疯啊 在很多地方都是比较严重 比如说北京 我今天发了一条东西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我呀 想反映情况又怕得罪人 大家知道我只当个三天教授 你明白了学校里的事啊 我是不敢乱讲的 但是有些情况呢 又如梗在喉 不吐不快 可又不敢全吐出来 不敢全吐出来 吐出来一部分 留一部分 这不是郭德纲的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吗 说的什么 我说的是 昨天警察节有一个老教授 老朋友了 这老朋友当年我们一块参加过 华国锋同志的一个活动 你想想多少年的事吧 老朋友了 今天呢 老朋友他给我写个东西 来写个东西呢 他 他希望我在司马频道 司马兰频道当中讲一讲 我呢 是劝他把他系里面反映的情况 直接送到有关方面去 你知道的 这个司马兰频道 他这个自媒体啊 你没有办法核实那个具体情况 而且呢 这个有关方面还没有接手 你讲了之后 合适不合适 反正我觉得我是不太方便讲的 但是他讲的一些问题呢 我又跟他一样 有一种什么感觉 太过分 是属于类似于副局长 穷横穷横的 类似于石家庄 大家都是守纪律 政府那么难 领导那么艰难的时候 故意添乱 不是每个领导都是那么难的 有的领导 难就难在 他千方百计给自己谋福利 说的是 长话短说 说的是北京某大学 2010年之后啊 一级教授 括号相当院士的这个待遇 里边大多数 都是 这里边有四个 一共没几个一级教授 两个是副校长 两个是院长 他们怎么就能够成为一级教授呢 原因是 第一 自己给自己的 拼 标准由自己定 第二 利用学校的资源 为自己造势啊 把自己弄成学术大咖 比如说有个副校长 连续十多年了 每年 用学校的资源 用学校的出版社 出版自己的专注 印的相当精美 弄得非常辉煌 一年出四本专注啊 高产的下人 不但如此 还跑到别的公司里面去 上市公司 当董事 当独立董事 他甚至不掩饰 这两年受练了一点 前两年不掩饰 我操拉个雪茄了 五千块钱一资 你们有没有操控 是这种 牛吹的大 在平定职称的问题上 他把自己评成一级教授 他有权利对别的教授 一手遮天 教授 你说做学问多难啊 读博士 我告诉你 博士毕业在北京 你想进大学都没门 那得特别优秀 然后接下来 你得评讲师吧 得评副教授吧 得评教授吧 教授还分级 你把这帮知识分子给折磨的 你们所有的事 在我这管着 2019年 那个学校的书记副书记 平教授 没经过三级教授 直接就给二级 与此同时 长时间 在一线教学科研岗位上 努力奋斗的教授 被刷了下来 2020年评写优秀教师 评写优秀教材 书记 副书记 副校长 你本来是行政干部 拉下脸来 跟教授疯抢 教学长 教学奖 教学奖 应该是教授的吧 不 也全是领导 风气被他们搞得一团糟 这样的大学 声称变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你们说笑话吗 对不对 这里边很多具体例子 我在这儿我不能提这名 我也不能 我甚至不能提这学校的名字 因为还没有合适 这事一旦查实了 我再来讲不迟 比方说 某个招生办主任被抓 抓了 招生办主任被抓了 为什么呀 走后门啊 走后门是清的 是拿钱办事 是违规 是拿钱神通 就把考大学没考上的 差分的那些孩子弄进来 就干这个 这里边当然是一个招生办主任 干不了的 学校主要负责人才行啊 而且所有的关键岗位都得通着呀 那的人脉广大呀 主要负责人 有事 证据确凿 但是人家神通广大 一顿疏通啊 该疏通的地方 全部都疏通掉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这个主要负责人 依然享有人身自由权 没进去 没落网 最近中纪委反腐败 不是我的口号叫倒查20年吗 所以你退休了之后 倒查20年 对你也是有作用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位教授 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 这个人还在外面自由着 当然了 我估计夜里睡觉 不吃安眠 睡不着 中国个别高校 腐败 很厉害 腐败现象隐蔽着 学校里边呢 那是大家看得清楚 面上的事 咱不敢多讲 但个别学校里边的老师说起来 那是有鼻子有眼 有具体情节 一个一个的实力 他说 哎呀 见面就说的太细了 我说我也不是你们学校的人 我也听不明白 你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 先写个恶药的情况 而后张三李四往二有证据 你就贴上 然后送到中纪委 现在大家知道吧 往中纪委监察部反映情况 你不用去上法 上什么法 网上举报 一举报一个准 实名举报 优先处理 你本来就是大学的教授 对不对 你本来就是博导 你本来就有学术成就的 你看不怪 再说你也退休了 你怕个鬼呀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支持人的某种软弱性 他跟我说穷横穷横的 我叫他署名 他现在 他说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要数自己真名 举报到中纪委 就个别学校而言 既得利益者 所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 这些利益完全是非法的 常见的 大家 他说的 跟我说的最多的 收学生 对吧 出国 出版专注 什么专注 我都是学生写的 甚至是秘书代劳的 外边故人写的 还有分房子 现在在北京某些大学 还有分房子的事 超标 买的房子 很有个分的问题 还有获得某些称号 可以免 免税 还有高档医疗 还有其他的 上不了台面的 那各种各样的潜规则 还有还有不要脸的潜规则 具体细节 我就不说了 不能讲 对于来自党中安国务院 包括教育部的那种要求 他们都有一套 越是老油条 越有一套 假意应付 炉火纯青的行事主义 来对付上级的检查 把大学变成了他们的私产 有趣的是 有人心虚 现在有个特别有趣的事 因为心虚获得了利益 比方说凭了职称 很高 网上不反应 官网上都没有 不发信息 为什么呀 害怕被关注 所以总结一个经验 各位 反腐败 一个重要的经验 就是要关注 就是要大家都来关注 类似于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 拿个放大镜 太阳好的时候 放大镜一照 就照那个虫子 那虫子 呼 请客间灰飞烟灭 现在呢 如果大家都拿着放大镜 来针对他 集中在他身上 像虫子一样 太阳光底下 怎么着 放大镜 关注之后 那虫子就可能会被烧焦了 烧死了 灰飞烟灭了 问题是谁来聚焦呢 问题是如何聚焦到大学里面 这些蛀虫呢 不光大学了 哪个单位都可能有类似的问题 越是要人民团结奋斗 越是百年未有之变局 越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越是要清除自己队伍当中的害群之马 改革在路上 反腐败在路上 党中央国务院决心如此之坚定 具体单位里的蛀虫 要大家一块努力 该举报 为什么不举报呢 斯马拉的频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 再见